大聯盟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製造出無數經典瞬間 打出無數場經典戰役 創造出無數位傳奇球星 然而如果要追溯整個棒球的發展歷史 其實已經有超過兩百年的光影 這兩百多年來棒球的發展絕非一帆風順 也是經歷過不少難關 一個接著一個撐過去 棒球才能夠有今天的正般繁華 既然我們都自學熱愛棒球的狂熱分子 就不能對棒球的歷史一問三不知 棒球之史不是將帶大家回顧 棒球歷史那些不可不知的經典傳奇 更重要是讓我們認識每一則歷史事件 對棒球發展歷程的影響 現在就讓我們進入棒球之史番外篇 棒球國寶貝比魯斯 上回咱們說到 1919年發生著棒球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惡名昭彰的千賭假球案 黑瓦事件 幾乎親手葬送掉了棒球百年來創造的優良口碑 時間來到1920年 棒球能不能完全觸底反彈 就看這年大聯盟的造化了 隨著大聯盟的聲望跌落谷底 那些被大聯盟拒之門外的黑人球員 抓住機會自立門戶 由巨頭Christy Mathewson的師傅如Foster帶頭 創辦了歷史著名的黑人聯盟 不只讓那些在大聯盟無球可打的黑人球員提供其身之所 更要證明大聯盟選擇驅逐他們 是駐下了天理不容的大錯 在這些負面聲量由如排山倒海而來 快要將整個大聯盟都壓垮之際 如果再沒有人跳出來拯救大聯盟的話 只怕整個棒球歷史想要被大改寫了 然而萬幸的是 就在這年大聯盟馬上就受到了上天的眷顧 名副其實是棒球之神將士 指手這天拯救的棒球界 一切的一切 還是得從頭開始說起 1895年2月6號 爸爸魯斯George Herman Ruth 家中誕生了一個小baby 而且還是個男娃 爸爸魯斯開心極了 期許兒子將來能夠成為自己的接班人光宗耀祖 因此就贏自己命名叫做魯斯二世 也就是George Herman Ruth Jr 然而現實並沒有夢想中的那般美好 魯斯家庭只是美國一般般的貧困家庭 包括baby魯斯前前後後出生的七個兄弟姐妹當中 最後只有他跟一個妹妹幸存下來 為了家庭生計 爸爸魯斯忙著出門工作賺錢 卻疏忽了對於孩子們的照顧以及教育 因此 小時候的baby魯斯不學無術 流落街頭到處鬼混 十足只是名故人院的小屁孩 如果來不及及時改邪歸正的話 長他之後恐怕也只會淪落成為一名地痞流氓 魯斯家庭的狀況 也還真實在是拿小baby魯斯沒轍 因此選擇退而求其次 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將年紀七歲的兒子送進寄宿學校去受教育 這種寄宿學校制度是既完善且嚴格 賞必行 乏必性 三餐或食那叫一個健康簡樸 除了學習知識以外 還有額外進修一些工作技能 也可以說這種寄宿學校就算是工業學校的一種吧 但感覺到有點像是當兵下部隊去世的 還是菜鳥新鮮人的baby魯斯 時常會受到不合理的學長學弟制對待 家人家人卻也很少來探望過他 12歲那年Ruth的母親去世之後 他和家人的關係越發疏遠 幾乎已經到了斷絕往來的地步了 Ruth在學校一待就待了十餘年 可以說他的青春歲月全部都奉獻給了學校 因此日後被Ruth回憶過往時 明確表示他能成功一切始於記住學校的一切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根脊椎之外 往往也都有一名恩師或是榜樣引導男人走向成功 對貝比魯斯而言那個人正是學校的訓導主任 他的救世主他的迷賽亞 剛好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迷賽亞 是貝比魯斯這輩子最敬重的男人 可想而知像小貝比魯斯這樣的問題兒童 肯定是第一天就是訓導出報道了 所以迷賽亞主任對貝比魯斯是從始至終無微不至的關切呀 迷賽亞主任的管教方式為一視同仁有教無類 雖然貝比魯斯是頑皮歸頑皮 但迷賽亞主任不僅不會因此就對他心聲賢悟 更不會給他一些特殊待遇 反而是更加耐心的一步接著一步帶領貝比魯斯步上正軌 如此良師益友 是貝比魯斯年少時一輩子都不曾如此被這麼溫柔的對待過的 是此跟隨迷賽亞主任赴湯蹈火再說不辭 在迷賽亞主任的指導之下貝比魯斯漸漸學會了如何帶人處世的道理 在學校這段童年對他的人生影響巨大 日後他也會私下拜訪並資助像這樣的學校固人院等等 沉迷後當然也不忘回饋母校 還幫他的迷賽亞主任買了一台凱迪拉克孝敬孝敬他老人家 知道了神的出生背景 就不能猜想 貝比魯斯的棒球初體驗也肯定跟他的學校生活息息相關吧 不錯 不只如此 帶他走進棒球世界的不是別人 正是迷賽亞主任 他在棒球場上的英姿 包含打擊 跑雷等種種瞬間 每一刻都深深地吸引著年輕的貝比魯斯 他默默地許下了一個小小的心願 他以後也要成為像迷賽亞主任那般的帥氣強打者 貝比魯斯是天生的左撇子 我們知道有很多手臂位置是不大能夠由左撇子來去鎮守的 但這對貝比魯斯而言絕非難事 不管主任派他上去的時候什麼位置 他依舊能夠玩得得心應手 但走歸Ruth不是靠手臂才出名的 他真正熱愛的依舊是投打對決的快感 迷賽亞主任回憶起貝比魯斯時說道 作為外表看似平庸的小孩 卻有兩項過於強人的特長 一是吃得比任何人都多 二是球打得比任何人都遠 看來Ruth勢必會是青出於籃更勝於籃之外 甚至有機會挑戰棒球史上最強打者的稱號 儘管一心向打 最後登上大聯盟的他又怎麼會是投手魯斯的呢 發覺Ruth投球天賦的不是別人還是迷賽亞主任 不是說貝比魯斯什麼位置都能熟嗎 不是說貝比魯斯是學校裡面最彈痛的萬事屁孩嗎 原來當投手上球投球之時 Ruth就會在場邊進入終極嘲諷模式 使勁開噴 把這輩子能想到最難聽的喜歡詞都用上了 迷賽亞主任也是受不了 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你行你上啊 就這樣一上就上到大聯盟去了 所有球隊聽到貝比魯斯這名天才火球型左頭 無目聞風喪膽 也就是上一集我們聊過他在紅瓦統治級的表演 然而正當他的投球天賦廣為人知的同時 卻也有報章雜誌默默的提到 此人球好像也打得挺遠的 1919年黑瓦事件爆發 棒球圈陷入一股仇雲慘霧當中 幾乎讓人忘記創下大聯盟單技拳打 新紀錄的居然是一名頭打二刀流 為了想每天能夠上場打球 投球輪休的時候 貝比魯斯就會上場手外野 用打擊為球隊做出貢獻 快速累積經驗 讓他的打擊天賦正式崛起 諷刺的是 Ruth 承認他臨摩的範本 就是慘遭永悲的無邪橋 Shoeless Joe Jackson 黑瓦事件爆發那年 貝比創下的紀錄是單機29紅 在這邊要先跟大家複習一個專有名詞 死球年代 何謂死球呢 死球年代是一個由投手完全主宰的一個時期 神將諸如Christy Mathewson Walter Johnson 賽洋等人 此時的投手能夠徹頭徹尾的載智打者 還有一個公開的秘訣 就是刻意把球給弄得髒兮兮的 如果將這種所謂的泥巴球投出的話 由於內野也全是泥土所構成的 泥巴球在空氣中噴射的瞬間 竟然會跟環境融為一體 形成一種天然的保護色 讓打者幾乎不可能清楚看到萊球 這種卑鄙手段自然不可能沒人插手管上一管 但還真的是一直到出人而病才全面封鎖 印第安人的遊擊手Ray Chapman 在完全沒看到泥巴球的情況下直接被爆頭 半天後便驟然離世 成為大聯盟史上唯一一位 出身球致死的球員 大聯盟當機立斷立馬修改規則 禁止泥巴球 口血球等骯髒的棒球 當球弄髒之後 裁判會立刻更換新球 打擊頭徽的概念也逐漸受到重視 悲劇發生之後 打者們才知道原來乾淨的棒球球路 是如此的清晰可見的啊 投打之間的不均衡關係開始出現搖擺 司空見怪的單記30勝投手幾乎已成絕響 這還僅僅就是死球年代終結的前奏曲罷了 在死球年代 要敲出拳雷打 直接轟出牆外是不切實際的 拳雷打會發生 通常是外野手備出現重大失誤 跑者一路衝回本類的場內拳雷打 從大聯盟兩聯盟格局成型的1901年20年以來始終如此 就連公認最強的美聯TiComp 果聯Owness Wagner 生涯最多不過時轟 此一僵局 即將被一個人稱貝比的重炮打者給打破 史上最強打者之名 理應讓銜 1919年貝比魯斯的單記29轟 對存在已久的棒球來說 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夠這麼肆無忌憚的開轟 給所有球迷一個全新的視覺饗宴 然而緊接著爆發的黑襪事件 先是給了大聯盟一技重拳 當時還被稱為大聯盟史上最強冠軍王朝的 博士多紅襪 竟然還將剛剛創下歷史成就的貝比魯斯 轉賣給沒打過半場世界大賽的紐約陽姬 沒想到紅襪的這波瞎操作 直接將史上最強王朝之稱狗手讓人 造就陽姬輝煌歷史 貝比魯斯更對前套家下了惡毒的詛咒 讓紅襪本世紀再也一貫難求 陽姬與紅襪的勢手之爭也在這時正式拉開序章 1920賽季 貝比魯斯竟然幾乎Double了他上賽季 才刷下了歷史新紀錄 單季伍斯四紅一個人可以單挑一整支球隊 剩下最高點847長打率 日後也只有禁藥王Bear Bounce才能夠超越 貝比魯斯刮起了全力打旋風 徹底拯救因黑襪事件背負臭名的大聯盟 讓棒球史上首度迎來破百萬的流量 當年棒球火熱的程度 連報紙頭條都在即時更新比數 大廣場上還會有實況轉播 人群擠得那是水洩不通萬人空巷 利用廣播播報球賽也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 對於這位其貌不揚 卻毫無疑問是一個棒球天才 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辦到的 他前一天可以過得比任何人都還要糜爛 隔天照樣開洪 受歡迎的程度讓新聞媒體都不敢 報了他的一絲負面消息 就怕引發眾怒 和現在動不動就跟拍等著把人拉下 神壇的思維大香進體 貝比魯斯的串起 正式選擇死球年代以死 活球年代的降臨 1920賽季 白襪和印第安人一直互相緊咬著聯盟龍頭不放 直到黑襪事件完全引爆之後 白襪老闆沒有猶豫 直接宣布涉案主力球人全面競賽 葬送了白襪的冠軍夢 由印第安人挺進世界大賽 並且躲到對死手冠 1921年開始 貝比魯斯完全成為了人見人愛的紐約之子 陽晶一氣爆紅成為紐約最受歡迎的球隊 這就引起隔壁棚紐約巨人的不滿了 論資歷 巨人有世界大賽冠軍陽晶舞 巨人五次聯盟冠軍陽晶林 因此巨人的大屁孩 John McGraw表示不服 歷時三年的紐約內戰即將上演 究竟陽晶能否鹹魚翻身 還是持續被巨人按在地上摩擦呢 預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誰是這位貝比魯斯 他又到底幹了些什麼 如今你們都知道了 棒球知識 下次再見